视频中漂亮的女子因为同时交往了三个男友 最终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 这就是1983年严打时的真实影像 26岁的胡贤华在被捕之前 只是徐州市云龙区医院的普通勤杂工 因为年轻漂亮思想前卫 再加上他本身的性格开朗 喜欢交际的他自然而然追求着很多 久而久之胡贤华的虚荣性越来越大 同时道德底线也越来越低 他依靠自己出众的姿色 利用植物之变勾引医院的男医生 并且同时在社会上交往一些优质男子 此后的他经常性地在家里举行一些舞会 并且和异性跳天面舞 在一次酒过三巡之后 竟然相约去到一男子家 与多名男性同时发生关系 因胡贤华的不良作风太过张扬 举行舞会后多次被邻居举报 再加上交往的一名男子不满 他与别的男子发生关系也举报了他 此时正是1983年严打整治社会不良风气的时候 警方为了杀意警百 最终逮捕了他关押在了看守所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让人三观碎一地 被捕之后的他在看守所里继续和别人发生关系 由于情节特别严重 名分很大最终法院判处了胡贤华死刑 他在听到判决术的那一刻时 从视频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恐惧与傲目 此时的他带着哽咽声向法官求起请来 虽然认罪态度良好 但罪行恶劣伤风败俗法院并没有从轻处理 由于胡贤华的名声在外 此次审判也招来了很多观众的围观 都想看看什么样的人能同时交往那么多的异性 审判完后胡贤华和其他几名犯罪人员 必同被押上车拉到罚场枪毙 此时胡贤华被吓得早已两腿发软 根本走不了路 只能被武警官兵拖着前行 对于这样的作风问题 你觉得当年的处罚力度严重吗 您 Serap Turm 星菊 陈农 陈农